后面就说我们要尽量的意志要压抑 就是不要怎样 Littering the environment 这个地方就我们可以修改了 因为Littering 老师先做一个补充 Litter 当民食用 当民食用呢 就是指胎生的小动物 A litter of puppies 这个就是一窝小狗 小狗就是胎生的 所以用A litter of 那个软生的 透过蛋这样孵出来的 英文这个单词就用blood 那a brood of chickens 那就是一样一窝小鸡 那是软生的 所以英文这个地方的用字 胎生用a litter of 软生用a brood of 这个就给同学做参考吧 那Litter当动词用字 乱丢 所以你如果有买那个罐装的那个饮料 你就会看到它上面会印有几个字 这个字是印什么 Do not Do not 不要Litter L-I-T-T-E-R 意思就是说不要乱丢这个饮料的瓶子 喝完了就不要乱丢 Do not litter 所以这个是含义 不是乱丢环境 这样是不可以的 这同学应该要讲的是 意志压抑 不要污染环境的意思 所以呢 老师是觉得 第一个 referring from 可以修改 因为它的难度比较高 那么同学很多可能都不大会这个 所以老师建议 用stop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禁止不要 停止怎样 那下面这一个 就比较不好了 这个要用什么 polluting 环境 我们可以用污染 但是你用这个乱丢弃东西 这个就比较不合理 所以呢 这个referring 我们不要用 我们还是修改 变成polluting 好 polluting 是比较正确的 污染这个环境 那用什么方式来污染环境 后面它加了一个偏移 Wish 好 这个就是加进去的一个偏移 用来修饰前面的污染 是用这一些物质来污染的 第一个是什么 plastic bag 塑膠袋 第二个呢 disposable dispose 是处理 那么可以处置的 可以处理的这个食物 那就是我们的处理 处理是可以处理掉的这个食物 或者是 other waste material waste material waste material就是废弃的 好 没有用的 因为waste可以当什么 废弃物 好 废弃物 material就是物质 我们就翻废弃的物质 用这些东西来污染这个环境 我们要禁止 要阻止 这样子做 好 这是以个人来讲的 那后面就提了 那 至于as tool 就是至于factory 工厂 那工厂呢 对 这就是工厂 他们应该要invest in invest in 是一个偏语 是投资 adequately adequately 是指适当的投资 in 在什么方面 在文法上是这样子 那么 一般 这个 副词 它是会放在 助动词shade 跟动词invest 的中间 如果是写作上 我们就尽量 用这个方式来写 助动词 跟 圆形动词的中间 放副词 它的位置放在这边比较好 写作是比较远紧 所以尽量符合一些文法的一个 固定的一个模式 但是如果是口语 那就没有关系 口语只要不造成误会 对 你前面讲跟后面讲 那都无所谓的 只要对方听得懂 不会有误会产生 那就OK 可以接受 好像这个 我们修改一下 变成 shade adequately invest in 那这个同学 那这个同学 他后面用这个 pollution preventive facilities facilities 就是设备 那就是污染 防治 污染 预防的这个设备 好 这个是可以接受 好 这个是可以接受 可是有一个按照英文的结构 有一个比较好 老师觉得这个写法比较好 就是说要适当的投资在这些设备上 那什么设备 我们后面再来一个关系指据来做个补充说明 怎么样 到这边 好 结束 这个就是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那这个设备是什么设备 对 后面就讲出来了 let 就是代替设备 prevent 预防 环境 免移 被污染 那预防 环境 免移污染 这个环境 跟from 这里可以省略掉 因为prevent pollution 这个意思就已经很明白了 所以这个就多余的了 可以不写 let prevent pollution 预防污染的 那些设备 那后面就再加一个指据 以便 表目的 好 以便 他们可以降低 减少 污染 to a minimum to a minimum to a minimum 是一个固定的片语 是吧 降到最低点 所以这意思就是说工厂方面 他们应该要适当的投资在设备 这些设备是防制污染的设备 以便他们可以减少污染 降低污染到最低 这样子 好 那这个意思就很清楚了 那么结果运用也不错 好 我们就暂时先讲到这个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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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